耶稣托罗那些才女都算他内建属 他出家六年了苦恨 给他做集市的得到的时候 那度那最初度无比巧 乃至俄兰还有建不到的 人又也建不到的 密切金刚立散 但是大眷属是什么呢 像舍利弗 穆辛连 加瑟宗 徐普提 加扎燕 这是个大弟子 是大居属 还有菩萨称的 文书 魅勒 这是大眷属 眷属多 眷属的含义 不管包括自己的侄女 不是不管包括自己的六亲 像母佛弟子 凡是受过三规的 都是佛眷属 那这就广了 实际上摩得佛的眷属 是无量的 说你要生到极乐四亲去 能生到极乐四亲 就是阿弥陀佛的眷属 这个眷属的含义呢 就是巨多眷属 让你很多的时候 那这个曹德利王呢 没有这么说 这说都内功 外头大臣 你这样说 同时呢 所感的功德呢 有钱都做十三业了 少病 病少 烦恼少 并不是没有啊 说病少 烦恼少 所有教的朋友 所有的眷属 都聪明 都有崇慧 这个多闻呢 咱们经常在佛法讲 多闻经教 多闻说法 这要多闻 在家的那个大臣 大臣啊 就是国王的大臣啊 有些各种记忆了 那也就是 那是在沙特里 国王的大臣啊 是这样啊 嗯 嗯 佛的十大弟子当中 啊 啊 俄罗伦长嘛 多闻第一 嗯 嗯 嗯 多闻第一 嗯 嗯 那么 多闻的好处是什么呢 嗯 一个是 能够散计 散赐佛的话 散赐佛讲的诸经 嗯 在佛的弟子司徒当中 他说多闻 多闻 嗯 多闻的末世众生 希望成道的 很困难 几乎没有 求悟解的 嗯 又广出多闻呢 增长 增长见识的 啊 但是呢 有一种 如果多闻了 增压 哪见 不但没想多闻的利益 反而受东闻之害 如果多闻了 减少哪见 减少我之 这是得到多闻的好处 嗯 菩萨 修行的多闻 嗯 他指导自己 和一些众生 被烦恼所迷惑 烦恼迷惑 嗯 如果多闻 帮助你造业的因 那个就当来受造业的果报 这个多闻不见 那是好处 嗯 这个是什么呢 是蚊子 这个蚊啊 这个枝啊 是烦恼的枝柱 枝柱增长烦恼 枝柱你的夜阴 而当受当来的果报 那就是那些社会上 啊 求知识 求学问 学问越多 烦恼越多 障碍也越多 直到烦恼 是障碍出离的 要擅着对着烦恼 啊 那这个多闻呢 就好处的 那这是两方面 一个直到烦恼的执着 直到清净著 修菩萨行 因为多闻 而直到一切清净的范行 修清净的法门 这是多闻呢 就知识你菩提之道了 精心修习 能够正当无上果位 那些多闻是好的 就是 知识的清净道业 又觉得多闻呢 原来疑惑 说修菩萨行的菩萨 而因为多闻 而闻明于世间 因为多闻 能够辨别什么是世间法 什么是外道法 什么是魔法 你不听怎么会懂得呢 我多闻明大了 断出疑惑 没有疑惑 这是多闻的好处 做政治的知见 修菩萨行的 因为多闻呢 他能在写政治法 什么是写法 什么是正法 都能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的 对众生一些 邪见 邪见 邪论 能清除的 印识 同时呢 劝一些众生 度约众生 离开的 离开的 邪见 邪见 这个多闻呢 就有帮助了 而 远离非道 修菩萨道的人 因为多闻 什么是散 什么是乐 我散 我散了的 因果果报 助法的 因缘的理论 都能够明了通达 那这个多闻 有大利益了 有些个 实那业的 远离而不做 因为多闻 同时多闻 能够菩萨 能够修习的时间 能够离住邪见 离住邪法 哪个做的是不对 那不为邪见的 邪法所困惑 那对如来的正法 能够担住而不退 管一个多闻呢 开了这种实门 什么啊 其实 还开甘露门 菩萨修行 因为多闻 而能身弱入来障 了之无上的法位 同时呢 以此多知愿众生 以法法语 知愿众生 令这一致众生啊 善根征扎 征扎善根 就是开始甘露法门 因为多闻 能学习佛所说的教话 菩萨行所教的 什么是菩提道 能够精勤修行 能够精勤修习菩提道 直到界定会 能欺辱圣果 心肠载道 精勤修行 精勤修行 不懈怠 这是多闻的利益 同时 因为多闻 而能做出光明 因为多闻 能够知道的众生 被污名所仿 被污名所仿 长夜昏难 一切众生啊 长夜昏难之苦 那你因为多闻 能够点明了智慧灯 给众生做光明 离开犹难 照相光明之道 因为多闻 而不为那道 修菩萨行 多闻而晓之万法 万法是什么呢 本性空计 万法体本空计 这就深入了 咱们现在讲 黄岸经啊 了之万法 无口无乐 发广大心 随了话 都一些众生 众生 总演于着 艰险为难 他能够回忆 不所教化 无所畏惧 就是多闻 有这十种利益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泻之灾 三十三载 红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帚帐号 504444468 504444468 护明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开设台球课程 日期1月20 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请事先报名 以立老师准备教材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 岁末祈福神舟忠明 护法供养 即消灾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钱大贡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煮法 中午12点 岁末感恩 联谊参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 在家律学术药 送阿弥陀金 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三国草务之情 河南一户朱姓平和人家 诞生了一名婴儿 许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 即在洛阳白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佛奖音驱逐了佛法僧 而有了更广幻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 只是替法染医 已是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坦和迦勒 从印度来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设立戒坛 白马寺举行了 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 及凭射戒 但唯有出事情 登坛射戒之事 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界的汉族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历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历寻戒永度 经历寻戒永度 无路电光刹那照 无路电光刹那照 三十戒灿烈画面 从描画中现断言 经历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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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街儿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里弘子梦 不胜爱放缩便虚空 云族便绿 七时节 谁能够照尽无语 精灵是法国帖幕 风声自在中聚集 五朵七时寻香 主要茶中做成堂 精灵赤诺之怀幕 无语他家心机摧坏 全丢战作佛福他 凝集之声都明耀 几度里的寂寞 有梦能摧圆我内 一连画面作品 美摧坏一切愿家中 我哪里可哪里可一所 领域三宝阳 一目不守之荡心为烟梢 阎氏放落 尽呼于子喘之声光举里 敬礼为的怀悦梦 包裹充满种光石 嘴唧细笑都带着世间默作舍夫 尽力守护中的墓 无垠构照住身中 妖品美灭红子生一切摔白灵独头 祈祢的环保月梦 观众千上妙眼光 阿弥陀佛几中写长方中妙毛光明 阿弥陀佛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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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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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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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惧苦衷 啟救度 翁大利 杜大利 杜利索哈 好